有不少网友最近都在追古装剧东宫 虽然看的时候觉得很虐心 但是又欲罢不能 不过还好比原著小说甜得多 而且目前的剧情也正是全剧高甜的时候 小枫没有恢复记忆之前 他对李成盈的感情逐渐升温 两人在东宫前期的戏份还是比较甜蜜的 不过看过小说的都知道 小枫的记忆就要慢慢恢复了 他记起来的越多 就会越恨李成盈 偏偏他选择的报复方式就是离开东宫 远离李成盈 一直处在失忆状态的李成盈 完全不知道小枫为什么这么恨自己 还以为是顾小五的原因 更可怕的是李成盈以为顾小五就是顾剑 小枫拒绝自己的原因是因为喜欢顾剑 一意孤行的李成盈 为了得到小枫 让他彻底放下顾剑 设下了天罗地网 让小枫亲眼看着顾剑被万剑穿心而死 任凭小枫怎么哀求 李成盈都没有一丝心软 这也是小枫决意赴死的重要导火索 说到虐心的剧情远比甜蜜多得多 所以东宫女孩们且看且珍惜吧 虽然剧比较虐心 但是拍摄过程中还是有不少欢乐场景的 近日官围就发了一段拍摄望川夫妇大婚时的花絮 到剧组在准备不紧的时候 演员们就玩起了自拍 李成盈 小枫 陪照三人一起合影 但是李成盈却被挤到了最后面 小枫依偎在陪照怀里 李成盈在后面努力点脚 也只露出来半张脸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